警车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一瞬间 画面中才刚抵达事故现场的国道远景 正在放置三角追市井 没想到后方一辆轿车突然减速 让后面一辆轿车傻车不及 先是追撞前车轿车 紧接着就朝女警重撞过来 所幸女警有及时回头赶紧闪避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所幸同仁机警闪避 未受伤执行时应注意执行安全 尤其是于主线处理事故时 因面向来车方向 以因应突发事故而闪避 所幸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黄 但巡逻车被撞车位 警方也向肇事驾驶提出求偿车损修复的费用 但在新北区有飙仔半夜不睡觉 在路上炸街 有不少熟悉的民众被吵醒 而远景或报告去逮人 狭路相逢撞见肇事骑士 没想到飙仔还抛给警察追 追了好几公里才在死相被火逮 没想到他秒辟的妈宝跟远景丘着 原来是因为他骑的是妈妈的车 包含无罩逆向巨检逃逸等等 警方一口气给飙仔开了15张违规罚单 共计超过12万元 而噪音环保局还得令罚 再加上后座乘客也没戴安全帽 恐怕通通都得算在飙仔头上 记者综合报导 男子情绪激动对妻子大后 警方则在一旁安抚到底发生什么事 竟然是妻子对他连开五枪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也痛得他情绪失控 为何会被枪打到头部血流 原来证明继父当时喝完酒后 在华林北浦路路边空地 与妻子口角争执 而妻子和前夫所生的19岁儿子见状 立刻冲上前制止继父 而两人爆发拉扯扭打在一起 而为了保护妈妈 儿子竟然拿出镇爆枪 朝继父连开五枪 犯案后骑车逃离现场 而继父的下巴 左手臂左后脑都被打伤 救护人员到场将王南 送至门诺医院救治并无大碍 本分局查明 涉案人身份及使用车辆 立即展开查谱 直到南逃法网继子犯案后两小时 主动到派出所投案 生生犯用的枪支是向朋友借的 而警方讯后也依杀人未遂 伤害罪嫌 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卸官制条例 将嫌犯移送地检署侦犯 记者综合报道 开车上国道 惊剑前方浓重黑烟不断窜天 场面惊悚可怕 吓得高速公路上的车辆 速度全都放慢 接到民众发案 说高速公路下面浓面很大 后面的一些杂物在烦烧 翻上面去大概30平 30平方公尺 其实大概20万人 没有人能受伤 恐怖黑烟就在国一云林湖尾段 从及时路况看到 大量团撞黑烟不断上升 下层的黑烟还弥漫到国道上 引发民众恐慌 结效互报立刻出动 八台消防车及大约二十几名的 消防队员前去灭火 这处冷冻蔬果仓库不明原因 后方杂物突然起火燃烧 仓库瞬间遭到黑烟火蛇吞噬 烧到焦黑 还窜到国道影响行车视线 索性救火及时半小时内 就将火势控制 才没造成人员伤亡及车祸发生 记者 廖文斌 扬升朋友被云林采访不到 男子横跨 爽黄线过马路 不断低头滑手机 骑士经过还要特别绕过去 后方骑士看不过 直接出声提醒 完全第一啊 还有卡手机 男子无事往来车辆 依次仗着交通心智 任性过马路 影片破网 骑士感看万一出事怎么办 事发就在台中西屯路上 立刻引起热议 有人说无敌啊 想过就过 好悲哀 真的很危险 而在国一南下台中后里路段也差点发生车祸事故 白车疑似不想塞在车阵中 竟然没打方向灯直接切车道 吓得驾驶机下差点追撞 白车意识强快 危险违规直接被罚最高6000罚还 而在彰化金马路二段 前方车辆不按标线规定 不打方向灯切到行驶 幸好后方驾驶翻音快立刻下停 但过完路口又有一辆音车从左转到直冲超车 气得驾驶大骂 路口标线乱标不整齐 速度先壮 万一出事直能自认倒霉 记者连缘编 朋友飞台中彰化 采访不到 高雄轻轨路口居然有驾驶乱闯 抢快却卡在路中间进退不得 仔细看他左转灯明明就还没亮 还硬闯轨道 监视器拍下原来对象红车也硬闯 白车跟着冲过中线 结果发现一堆车过不去 居然就霸占轨道 耽误超多人 车档轻轨天天上演这台白车 抢快压线轻轨过不去狂扒他还不退 车上乘客也傻眼 我觉得这是个人素养的问题 你自己乱闯 你还要怪人家轻轨坐在这里 不遵守的人到哪里都一样 现在是不能左转 现在都要跟电电的 秒数很短 这个马路这么宽 20秒怎么可能过得了这个马路 学生的脚步 实际到路口直击 好多车接连乱闯灯 对面就是国小 小朋友上下学超危险 网友狂向 现在司机违规这么派马 我每天都看到 连灯号都不会看 还跟人家出来开什么车啊 高雄新轨路线 却经常有驾驶 不看灯号 抢快乱左转 辖区远景今年为止 开罚14件 乱向频传 但驾驶们要是罚不怕 恐怕违规跟新轨被撞事故 仍然会持续再发生 记者高雄报导 咱俩 考虑以出现了 话 连